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美国众议院众议长佩洛西 已经在8月2日的夜间到达了台湾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8月30日的下午的事件 她会离开台湾 其实围绕着佩洛西的台湾行 之前是可能的台湾行 中美双方会不会发生所谓的热战 中国的央媒在稍早上 之前以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 是做了一个交底的说明的 现在回头看 信号意义是很强烈的 当然尽管中美美中两个国家之间 没有这个热战 但是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它带来的影响将是持续的 重大的和深入的 涉及到中美关系 涉及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包括细节一点 习近平本人在中共高层 他所得到的益处更多呢 还是受到的影响损害 更大 很多看点 首先就快速的回溯一下 佩洛西的台湾行 那么是在8月2日的晚间 当地时间10点44分左右 他所带领的乘坐的专机 就降落在了台北的松山街上 这个是25年以来 首位访台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也是层级最高的美国政要了 那么上一次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 是1997年的金瑞奇 那么金瑞奇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是分属于不同的党派 克林顿是民主党 金瑞奇是共和党 那么这一次有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佩洛西和美国总统拜登 都是来自美国的民主党 8月2日的晚间 那佩洛西抵达松山机场的时候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是代表政府去接机 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孙小雅 也到场迎接 佩洛西挥手向现场的支持者致意 随后搭车前往下榻的军阅酒店 台湾新党的代表和支持者 则在酒店的外面进行抗议 8月3日白天时间主要的行程 现在看上去就包括 上午的时候 佩洛西就会拜会台湾立法院长尤希昆 然后会前往总统府 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 接下去台湾外交部 也将举行一场记者会 8月3日中午 佩洛西会出席蔡英文的午宴 下午去参观一个人权文化园区 预计8月3日的傍晚5点多钟 佩洛西一醒会离开台湾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轴 在到了台湾之后 佩洛西这边一厢就透过办公室声明的形式 个人发推特 以及投书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来专门的文章 这样的一些办法形式来谈 他为什么去到了台湾 核心的意思大概是这么几条 就是说美国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是为了纪念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台湾 充满活力的民主的承诺 是为了兑现这样的一种承诺 这是第一个核心的意思 第二个核心的意思呢 他就提到这一次的访问 是绝不与美国长期以来 1979年台湾关系法 美中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政策 相抵触的美国继续反对 当方面改变现状的一些努力 所以这个涉及到中美台 佩洛西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在当今世界面临选择专制与民主之际 美国与台湾2300万人民的团结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核心的表达大概是这么几条 接下来就重点看一看佩洛西 这次台湾之行他的影响了 当然这个影响 还是在持续的发酵之中 各种新消息呢 也是层出不穷 那么第一点就是说军事层面 那么此前关于佩洛西 如果说果然去到台湾 中国和美国之间 会不会发生所谓的热战可能性 讨论很多 其实这个事情比较早之前 中国的有一家央媒叫做人民正邪报 在7月30日就专门刊出了一篇文章 援引两岸观察人士的说法 比较明确的提到了一点 就是两国大概率是不会因为佩洛西的访台 然后呢 骤然升级到可以开战的地步 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表态的 人民正邪报 在中国的接近20家央媒之中 它的行政级别并不高 但是它作为中国人民正邪的一份机关的报纸 它在海内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所以7月30的这篇报道 回头来看呢 释放的信号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在稍微早一期的明镜追击的节目中 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那它其实呢 透过一个比较低调的形式 向海外的一些人士来传递信号 当然中国尽管是在规避 或者说管控与美国方面热战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种军事紧张程度 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关于中国的战机苏35 到底有没有飞越台湾海峡中线这个消息呢 中国央媒说有 而一些知名的通讯社 比如说路透社援影业内人士 获得的消息就指呢 在8月2日星期二的早上 那有几架中国战机是飞进 接近了台湾海峡的中线 然后在当天晚些时候离开 另外根据台湾媒体报道的消息 台湾的国防部是在10月2日的深夜 做出了一个回应 指这样的传闻并非是事实 而且台湾国军啊 有决心有能力有信心确保国家的安全 当然现在根据各方信息来看 台海的更大的风浪 是在佩洛西一行离开台湾之后 这中间的一个细节 很多媒体都提到了新华社 中国国家通讯社在8月2日的晚间 10点59分发布了一个授权公告 就宣布中国的人民解放军 将于8月4日的12点到8月7日的12点 在台湾东西南北六海域和空域 进行所谓的重要的军事演习训练的行动 并组织实弹的射击 台湾的国防部在8月2日的夜间 也很快做出了回应 就指中国正试图透过在未来几天 宣布在台湾周围进行演习这个方式 来威胁台湾的主要的港口和城市 这些演习 那么台湾国防部认为 主要的目的是在对台湾的公民 进行心理的恐吓 同时还补充强调说 台湾的武装部队 是已经加强了警觉的水平 警戒的力量等等 那么台湾的公民是不必要担心 当然这个眼下的态势 由美国的军事专家 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那么整体看上去呢 演习的规模比1995年和1996年的 台海危机期间的规模 那确实要更大 尤其是这个环岛的演习 在台湾的北边南边东边西边呢 那进行军事的演习和导弹的试验 这个是前所未见的 所以台海的风高浪急是一个显然的事实 尤其还有必要一提的就是呢 包括美国航空母舰 罗纳德里根号在内的四艘美国的军舰 现在根据一些追踪网站的信息就显示 他们是被部署在台湾东部海域 那么美国海军称之为常规的部署 那这样的军舰的部署 与中国在台湾的北侧 所进行的一个军事演习的位置 看上去就是非常的接近了 关于中国的军机会不会通过台湾海峡的中线 现在确实是一个罗生门的情况 前面提到了 但是越来越多的一些评论人士还是分析 这条中线被打破的概率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接下去就来看看佩洛西 他台湾之行除了军事层面的影响之外 在非军事层面还有哪一些看点 在宣传层面或者说透过宣传层面 可以看到中国或者说中共高层对于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 而且因为各种内外的压力 采取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机关报 8月3日的一个报道 包括版面的处理 可以作为一个印证 为什么这么说呢 8月3日人民日报的头版 他不是在显著的位置 比如说头条的位置 也不是说在暴眼的位置 那么他是在右下角 这个是从版面来说是比较弱的一个位置 看出了一篇文章 评论文章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 坚如磐石 这篇文章很难说 教职过往有一个新的内容的呈现出来 没有 而且本报评论也完 他作为一个评论的署名 他是区别于社论 社论是人民日报 一般央媒中最高级别的一个评论的署名 那么本报评论员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 那么除了版面的位置 本报评论员的署名的方式 还可以看到一点呢 在8月3日上午的时间 中国别的一些央媒 比如说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 还有标志性意味比较浓的 中共中央军委的机关报 解放军报 他在8月3日的这个报纸的直至版上 是没有转载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员 刚才提到的这一篇文章了 透过人民日报8月3日的头版 也可以看到围绕着佩洛西的访台 那么中国的外交部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以及中国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发表声明或讲话 那么这个是作为一个提示题 放在了头版的最右下角的位置 那么相关的正文呢 是转到了第三版 所以这个版面的处理 它没有都放在头版的位置 如果头版放不下 转二版 那么也没有直接放在二版的位置 二版放不下转三版 而是都放到了三版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个从版面处理来说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弱化的处理 这中间的原因 那么其实有那么几条并不复杂 很多的论者都有提到 中国官方自己的说法呢 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而且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 所以要管控风险 当然在宏观层面不少舆论都已经提到了 就是中国的软硬实力都不够 尤其是在军事实力方面 那和美国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这个中共的高层也是意识到了 同样是人民日报在8月1日 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纪念日的当天 是刊出了社论 这个是最高级别的一个评论的形式 标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再加上对文本的一些解读能够看到 那么中共高层对于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 整体实力的一个判定 还不足以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一个比较坚强的战略支撑 那么能够提供比较 或者说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那么时间是五年之后 相对微观一点的原因 极客的原因 那现在台湾的时政观察人士 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读 当然他是从美国的一个角度来出发的 就是说佩洛西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 选择去到台湾 主要是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点 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 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不满 第二点 中共中国的经济下滑 总体的经济环境是恶化 第三点就是中共很快就要召开 二十大了 那么内部的情势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没有办法来应对外部的失误 这是台湾学者的看法 其实也代表了不少的西方 中国观察人士的整体的思路 就是中国现在眼下内部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那么提到了习近平 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佩洛西到了台湾 那对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那究竟是带来的正面的影响多 还是负面的影响会更大呢 甚至说会冲击到他在中国二十大的整体的部署呢 那目前情况没有迹象显示 说习近平会因为佩洛西的访台造成他在党内的一个失势 造成他在中共高层形象受到影响 现在来看的事实可能是恰恰相反的 用香港的一些时政观察人士的说法 就是从表面上来看 中国大陆那当然是很被动 但是呢要考虑到北京透过这样的事件 他也是能够达成一些政治目的的 比较突出的就是说 中二十大已经是迫在眉睫倒计时了 那么透过佩洛西访台 这个所谓的活生生的势力 是能够进一步凝聚和巩固习近平的核心 甚至是领袖地位的 而且他在军中也会强化统帅的地位 这个说法他可以得到印证 因为就是在八月份以来 这两天三天 中国的央媒已经加大了 对习近平作为军队统帅的报道 这中间最突出的就是在八月一日 大概是下午的时间 中国的央视新闻客户团 就推出了一个短视频 标题叫做统帅嘱托 那么把习近平过往在军队中的一些视察 包括他的一些讲话 把他串联了起来 这个视频流传甚广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可以说是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虽然中国的官方的媒体央媒称习近平为军队统帅 那过往都已经有所表现呈现出来了 但是这一次呢 佩洛西的访台 其实为习近平作为军队统帅 他的一个所谓的浓墨重彩啊 客观上呢 又提供了一个机会 提供了一个场景 比如说那习近平他的一个忍辱负重的形象 包括所谓的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着眼于未来五年 习近平他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实际上是被具象化了 或者说是被丰满化了 这个对于习近平的批评者来说呢 可能是不愿意看到的 但他确实又事实的发生了 一般来讲 习近平他要在中国二十大上 再做中共五年的总书记 理论上获得中共的高层 精英层的支持就已经是足够了 但是在民间的层面上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的一个领导人 虽然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人批评中共 批评习近平是所谓的口炮 但是现在眼下中美台中国方面 对于和美国关系中 他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悲情色彩的呈现出来 让一些过往不那么关注政治的普通的中国人 或者说过往对中国共产党 没有特别恶感的普通的中国人 那他更大的可能 其实是对中国共产党 甚至对习近平本人有了更多的期许 所以简单来说 在中共二十大倒计时的关键的时间节点 在稳定了中共的高层和精英人士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普通的民意有这样的一种新的汇聚 那中共的高层包括习近平本人 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以上主要是宣传政治的层面 接下去再看看外交层面 现在中国的官方外交部的智库的专业人士 体制内的专家已经放出了消息 看上去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 是面临新的一轮的调整 在这个中间有一位女士张薇薇 她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 副研究员 那么稍微讲一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呢 是中国外交部下面的直属的一家智囊机构 所以张薇薇 她是一位体制内的专业的人士 而且也可以理解 她的这样的一种声音的表达 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中国外交部 一些官员的想法的 那么张薇薇的一个判断呢 就是说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在外交上 特别是在处理双边关系上啊 她所走的路子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这边呢 强调的是合作化解分歧 那么美国那边认为美中关系是战略竞争 再加上风险管控 那么张薇薇女士就特别强调呢 那这样的一种分歧已经很大了 不适应两国的外交关系 两个国家的未来关系的处理 所以她给到的一个建议就是 中国可以在中国的国内开展对美政策的大讨论 比如说如何定位美国在中国下阶段发展的角色和作用 是开启与美国的全方位竞争呢 还是布局关键领域的竞争呢 再比如要讨论什么呢 中美在有限领域开展合作 需要服务怎样的总体目标呢 对美国的政策是着眼于维持双赢还是单赢呢 又比如 如何处理中美战略竞争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等的 都是需要来讨论的 所以张薇薇8月2日这一番表达 他是作为一个评论发表在香港的媒体上 他透露的一个信息其实也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中国眼下对美的战略需要做一番检讨 不少地方呢可能还要洗洗牌 尽管中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关系如何来变化 那张薇薇女士说的当然不算 但是他呈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中国外交部门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也觉得 眼下中国的战略呢是没有办法来和美国的对华战略来进行匹配或者说来进行抗衡的 对于关注关心关切中美两国美中两国未来关系走向的人来说呢 张薇薇女士他释放的信号是悲观的 整体的情绪呢是悲情的 有必要提到陆克文澳大利亚前总理的一个最新的说法最新的文章 那么陆克文他和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先生一样 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进行观察思考 同时呢又比较敢于直接来表达观点的为数并不那么多的政治界的人士 或者说前政治界的人士 那么陆克文在七月底的一篇文章中就特别强调 他认为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政治外交的绝缘皮是已经被剥掉了 陆克文说呢虽然他认为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 但是呢他也同时还是认为就是说在未来的十年里 意外的危机冲突的升级和战争等真实的风险仍然存在 而且在不断的增加 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本上陆克文的说法 就是因为中美两国陷入到了一场争夺地区乃至全球主导权的新战略竞争之中 中国这边向呢是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美国那边向呢则希望维持世界第一强国的称号 以及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中心地位 那关于陆克文的这个说法呢 其实点名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 结构性的风险 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呢 其实中国和美国已经陷入到了所谓的修西底德陷阱 那现在总统记性来看 那美国的战略竞争加风险管控 处理美中关系的思路呢是不会变化 未来如果说共和党籍的总统又重回宝座 夺回权利的话 那这样的思路呢 不出意外的话只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所以就像张文威女士前面提到的 那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策略路径会不会有变化呢 应该是一个很现实和紧迫的一个课题了 因为没有说以不变来应万变的策略 就像中国所谓的动态清零大包子之下 以不变应万变 但是新冠病毒其实就已经变化了很多种了 最后来看一看佩洛西他的台湾之行 引发的中国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民情 一些舆论 当然比较突出的就像这张图片所呈现到的 就是批评中共高层或明或暗的来批评是口炮 这个是由知名的一位漫画人 他所做的一个漫画 这样的情况应该说是非常多的 其实中国因为在特殊的一个体制空间之中 允许这样的声音的存在 那首先当然确实这样的声量是非常的大 在各个的社交平台上都有批评口炮的说法 不过另外一边像 这种声音的普遍的存在 也不排除有种可能 就是中国的高层 中共的高层 在和西方国家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 特别是政治博弈的时候 来施加一定的压力 最突出的习近平和拜登 最近的一次电视的会晤 电话的会晤 习近平就特别提到了 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 那么民意不可为 其实就是指的中国民间的各种声音 口炮说他背后站着的人群呢 那还是有些区别的 其中有一类就像胡锡进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这样 透过社交平台极尽能事来鼓吹 中国要对美国 要对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进行所谓的极限施压 那这样的一种声音 做法 其实呢代表的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和一些民粹主义的倾向 那么从8月1日8月2日8月3日 中国央媒的一些 佩洛西访台的处理来看呢 包括胡锡进口风前后的变化 对这样的一种民间情绪的表达 是有所克制的 制作和上传这一则节目的时候 佩洛西美国中院的议长 那仍然是在台湾 那么他会8月3日会离开 在他的离开之后 中国和美国的新的一些博弈 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的紧张 更加的紧张 应该才刚刚开始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这个小小信的这个 这次的这个被抓之后 我们也谈了另外一个政治人物 这个副总理 排名第三的副总理 胡春华 其实20大快到了 如果按照江泽民胡锦涛 隔代指定接班了 他跟孙政才应该在20大的时候 在接班的 所以这个世事难料 很多事情我们也很难 孙政才已经在锒铛入狱 现在到底胡春华的 未来的政治生涯 能不能够往上盘 把他现在才59岁 习近平当年2012年 这个接任国家主席 总书记的时候 也是59岁了 胡锦润怎么来看待 《人民日报》 最近大幅刊登的 这个胡春华写了一篇文章 那到底胡春华 在这次20大人事布局里面 在习近平脑袋里面 他是不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有位置 我想7月27号 《人民日报》发表 胡春华的这个长篇文章 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个动向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 这个我刚刚来奋力开创 全面推进乡村阵型新局面 那按说以胡春华的身份 他是国务院副总理 负责主管三农 扶贫 还是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的组长 那么以他这种身份 来写一篇 谈农村工作的文章 应该是顺理成章 这是他的分类知识 但是你这个人民日报 头号党媒拿出这么大的篇幅 发表你的文章 这就不寻常 所以他显然是要传达一个 某种政治信息 而看这个胡春华这篇文章呢 他50多次提到习近平 没有一次提到李克强 而文章的标题呢 就是表明就是 以习近平总书记如何如何 这就说明胡春华这篇文章 发表这篇文章 他实际上是在向习近平效忠 这是很重要的效忠 另外二十大马上就要召开了 习近平是要争取赢得第三任 那么你胡春华这篇文章呢 当然也可以解读为 他胡春华支持习近平三年任 因为习近平胡春华毕竟不是习家军 尽管对中共上层内部的所谓派系的 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很多就是流行的说法 很多都未必很靠谱 但是胡春华不是习家军 也就是此前的工作和习近平没有交集 那么那个由他的身份 而且他又是现在在位的领导人 非常有分量的一个 那由他的身份来讲出这句话 等于做这么一个表态 我想他政治上的含义是非常重要 那就会给外界一个感觉 你看连不是习近平的势力的人 别的派别的人这么重量级的人物 都在表示要支持习近平三连任了 那么即便我们可以认为 现在中共高层中不满习的人是大有人在 但是显然从现在到目前为止 这些人还没有集结起来 还没有采取什么这个可见的动作 那你看见的呢 还是在依照习近平他们既定的这么一个程序在走 那么这个胡春华的这个文章呢 等于就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按照这么下去 那二十大习近平的这个连任当然就是毫无疑问了 所以他有这么 胡春华 由胡春华发表这个文章 他有给人这么一种感觉 我相信特别党内的人 他们看了这个文章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会认为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三连任 这个已经好像已经不是问题 另外呢 这个胡春华这篇文章还有一段 以人民日报发表胡春华的文章 也是在抬高胡春华的地位 他也有这个作用 那么所以我认为我就分析了 我们有理由推测到了二十大 胡春华不但肯定会进入政治局常委 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上 接李克强的班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因为过去的一般都是由副总理来接任总理 而现在几个国务院副总理里头呢 胡春华是唯一可能留任到下一届的 其他几位包括韩正啊 包括这个刘鹤 还有这个孙春兰都到了年纪 包括韩正 韩正是五四年生的人 现在也都已经六十八岁了 所以他接任总理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那么到时候这个胡春华接任总理可能就非常大 平常很多人谈到 觉得上海的李强是他的竞争对手 李强又是习近平的亲信 属于新家军 但是和李强相比呢 胡春华的优势还是很明显 因为你看他的胡春华在十七大就是中央委员 在十八道进入了政治局 而你李强你比胡春还大几岁 还大四十岁 可是你在十八大才是中央候补委员 你想这个和胡春华呢 只要差两级呢 当然到了十九大之后 很火速提拔了 马上就成了政治局委员了 这已经现在的地位是和胡春华是定价齐驱的 但是你要论资历 那胡春华想象还要高一头 那另外呢 胡春华如果出任下届的总理 当然表明习近平对他的重用 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呢 早先胡春华是对江泽民 胡锦刀这些元老 安排在是要做总书记接班人的 你如果习近平叫他当了胡春华 当了总理了 那意思 那他总书记就没戏了 要这个意思在里头 因为在十八大 我们知道十八大政治局里头 有两个六零后 一个胡春华 一个孙政才 胡春华的名字呢 还在孙政才之前 这就意味着在十八大的时候 在确定十八大政治局人选的时候 那这个人选是由元老们确定的 这个江泽民胡锦涛 说这两派元老确定 那就说明在当时在元老心目中 是要让胡春华和孙政才 在二十大习近平和李克强 任满下台之后 他们分别来接任总书记和总理的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当年十八大安排的时候 显然还是以为习近平会做两任就下台 那么接下来他实际上是安排的下一个梯队 而下一梯队就是胡春华和孙政才 那当然就是一个当总书记 一个来当总理 可是原来我也就一开始十八大之前 我就写过一篇文章 这个和平也提到过的 但是我就说十八大一定是赢家通吃 习近平的权力一定会远远超过江湖 因为你原来对这个中共的总书记 有所牵制赤肘的 那就是你的元老 那现在习近平十八大 习近平一上台 江泽民胡锦涛这两派元老 他们力量互相抵消了 那就等于没有了 那么习近平就没有人能牵制住他 所以他权力自然就很大 那他权力既然这么大了 他当然就不会满意于 你元老们给他安排的接班人 也就是胡春华孙政才 他一定不愿意 不情愿让这两个人当接班人 所以你看在十九大的时候 按理说十九大 那么这两个人就应该进入 至少该进入政治去常委了 然后等到二十大来接任总书记和胡春华和总理了 可是在十九大之前 那干脆孙政才就给抓起来了 而胡春华倒是没抓呢 但是依然没有入场 这就已经表明这个当时习近平 他绝对没有意图要想让胡春华来当总书记 但是话说回来 你习近平毕竟自己的亲信不多 他有的亲信呢 他所有的亲信也都官职不高 这也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中国中共那边除了江毛和邓之外 后来上的这些官员 当他们还没有站在坐在第一把手的位置上的时候 是不可以所谓拉帮接派的 那是犯大际的 也就是你不可以组织自己的班底 而你当你上台之后呢 你的同僚跟你同事政治局 尤其是同事政治局委员常委的一些人 都是由上一届元老安排的 也不是 而这些人你不能随便动他们 因此呢 你的亲信势力都是些原来级别不高 你再怎么火箭提拔 也不能一下子就提到要害的岗位上来 你看现在习近平两任都完了 按理说照过去 他都该下台了 你看他都没有安排多 或者他的亲信到进入政治局常委 这个层次都非常少 可见他是没办法的 那么你到头来呢 你胡春华的你的实力和你的人脉 你习近平大概也不能不重用他 所以他就可能当总理可能就非常大 那么至于你未来总书记 那习近平大家都很清楚 他要自在连任 总书记总理是要换人的 下一届离克江只当这 到时候就认为就到站下车 这个大家都清楚 下面所以一定个总理人选 而总书记是不会变的 还会习近平 那习近平当了下面这一届二十大之后 还可能当二十一届 还可能当二十二届 那他什么时候想退 这个都不知道 他还想在总书记的位置上继续干若干年 所以他现在就不会明显的给你安排总书记的接班人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情况来看的 这个胡春华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个文章 不但表明他对习近平的效忠 表明他支持习近平连任 同时也表明他得到习近平的某种肯定 那接下来在二十大 在明年全国这个两会上 会可能担任这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那可能最大的当然就是国务院总理 这就是我对这个情况的一些分析 好谢谢你 这个声明我想发到这个胡宾兄的这种分析 我们一直把胡世华当成团派 因为他当过共青团的这个第一书记 跟胡锦涛的关系也不错 他在西藏他的资历也很完整 在西藏也服务过河北 还有在内蒙 还有在广东都服务过 所以你怎么样看待 如果按照刚才胡宾兄大哥所提到的 让习近平重用他 然后在明年三月接国务院总理的话 那对你而已 你怎么观察习近平怎么看待不中 我觉得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就大据已定 习总书记 胡春华总理 就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还参与两个人 就是胡春华和或者韩正 韩正当然54年了 胡春华63年 那现在从那个5月27号 他发表那篇文章 在人民日报上长篇的 关于三冬工作的 他都讲的就是总理该干的事 文章里面的52次提到习近平 这就非常像 七大则 刘涛奇做那个报告 也是几十次提到毛泽东思想 他做这个 其实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多了 想到总理人员也很多 那为什么让他去发表 我上次之所以认为可能是两个人 就不是根据我的分析 我对中国的人士 其实我可以说非常不了解 不想要扶贫或者和平 他们非常了解这些 但是我上次也说过就是 我会看一些指标 一些人 比如说 像布鲁金斯的那个 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 李成先生 他就 明确的说过 就总理的人选 他认为就两个人 韩或者胡 上次我们提过这个事 李成说的同学在Prinston 我也知道呢 他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智库的 中国事务负责人 但我并不相信他的判断 他是研究中国烟草的 我有读过他的一些东西 他对中国事情的判断 我并不相信 但是我相信他的信息渠道 就这种事 很多时候不是你判断出来的 是渠道告诉你的 他每次到中国 可以见王岐山 可以见刘鹤 偶尔也能见到习近平 所以当我有朋友问我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谁 我说 如果习一一孤行的话 谁他选的话 我相信他喜欢李强 但如果呢 他还有一些压力 他不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会选一个剖鞋的人物 那我朋友告诉我们 他说 李成认为是 胡或者寒 那我说那就是胡或者寒 我根本不再怀疑这个事了 我刚刚已经讲了为什么 我相信他的信息渠道 所以说习本人 他的接班人根本就没有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猜 他根本就不打算脚板 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二十大肯定接班 二十一大 大概率他还得干 除非有一些不可测的事情发生 所以现在呢 恐怕也就是大家不去猜 那个总书记的 接班人的人选的原因 而总理基本上就可以说 就是胡春华 好 谢谢 这个 你怎么样看待 习近平挑选 如果挑选胡春华 毕竟胡春华不是 习家班了 怎么这个政治信息 传达给非习的 非习的班底的人 又是怎么样一个训练 胡春华不是这个习家班 那是事实 但是 以前高新写了一篇文章 2020年后 2021年后 两次提到 就是说胡春华 习近平 对胡春华的评价值 政治思想 鉴定是十大体 就是说 那个时候开始 就对胡春华比较满意 如果是 如果这是缺切的话 就说让胡春华来接 不管是总理 还是总书记也好 估计 就说习近平 不会持很大的反对态度 尽管他不是习家班的 但是我认为 这个还是比较牵强 因为他毕竟不是 习家班的人 不是习家军的 也不是资战 自军 也不是 什么 敏江自军的 那么 就敏江救部的 那么就说 他为什么要接受胡春华呢 如果他出任总理 我想也是一个 跟其他 比如说团派吧 或者其他派系的一个妥协 一种 就是说平衡嘛 说习近平绝对这个 不搞平衡 从这个事情上 估计上就可以证明 他不可能不搞平衡 还是要搞平衡 那么 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也可以 见证就是说 其他 其他派系 包括团派 左的团派 仍然还是在 在中共高层 这个人事决定上面 还是要起作用的 比如说胡温呢 会至少不信他 李克强 这还是常委嘛 这个汪洋都是团派的 尽管汪洋就比较狡猾一点 这个 从来不愿意出风头 人家推他上去 他也不干 就是说 但是他毕竟还是团派出身的 包括韩正 韩正是所谓江派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习近平接受胡振华的 可能性是有的 就是说 但是胡振华 我看那个这篇文章 是提三龙的问题 三龙这个工作 一直是习近平在做 李克强根本就是靠边站 就是所以有时候 就是说 有一次 习近平 小强的要搞好三龙工作 提出了很多 那个什么 多指示 李克强就多补充 提出一些要求而已 这个之后就几乎就没 李克强根本跟那个三龙工作 没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说他这个文章里 不提个强也有原因 就是因为这是习近平抓的 主要这个工作 这是跟这个扶贫 这个扶贫 就是说有关系 农村就是这个建好什么新农村 新农村 这个减少城乡差别 这是习近平上任以后 这个中文大 也很大一个 就是说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什么工作目标 他是一直在抓的工作 所以说他在那个胡春华 在三龙工作上提习近平 那是很正常的 不提一些那个什么李克强 因为李克强跟三龙工作 没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一种看法 再一个就是 为什么在三龙工作上 去吹捧习近平 而不是在从整个那个 如果说要选他做接班人 他为什么不从总体的那个角度 去评价习近平 当然有人说OK 他是副总理 他分管那个工作 他当然只能从这个角度去 也可以说得通 只能从三龙工作 或者从其他 那个胡春华疯狂的 分管的工作方面去 去那个什么 吹捧一下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 至少胡春华分管的工作 又是习近平在主抓的 要重视的一个重要项目 他当然他只能从这个角度 去吹捧习近平 也说得通 但是完全说得通 我觉得也是有点保留 就是说 如果说他作为总理接班人 要吹捧习近平 我应该从船 不是不仅从专门工作 也可以从很多方面去 去吹捧习近平 这也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 我还有一个考虑 也就是 是不是也是一个交易 我胡春华写吹捧你的文章 而且从我的工作的角度出发 你让我上台 但是呢 这不等于说 我就说你那个 我还是这么说 如果习近平不连任 这是不是个交易 是不是一个 是说大家让习近平 有一个面子过得去 假设你习近平不连任 你要交权了 这些胡春华如果是要当宋书记了 打个闭语 当个 刚才提问就认为 他不会也当宋书记 如果他是被选为 这个接班人 至少其他团 其他排气都都有共识的话 而且习近平也接受的话 假设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一个 妥协一个交易 我吹捧你一下 你呢这个体面的下去 我就 就是我认为 我想啊 这是一个揣度呀 这是一个揣度 所以说 因为从这个三弄的角度去吹捧他 我觉得他有点 有点不正统 不正规 这是我的看法 好 谢谢 很好 何秉如果 国际华今天真的接国务院总理 你觉得这些元老 包括江泽民 胡锦涛 尤其是胡锦涛 会怎么样看待习近平 尤其他们也没想到习近平 有张朱胜 十年下来会讲三年院 你怎么 你觉得他们怎么看待 这个将 习近平找胡锦涛当总理 习近平做什么 决定他们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支持 不可能有任何的反对和意义的声音 之所以认为胡锦涛当总理 是一个最合适的人 是符合现在的权力的生态 权力的秩序 如果习近平是一个 遵守党内的这个政治能力的话 胡锦涛的资历很完整 他竟符合大家的 所讲的要在边疆地区工作过 他在西藏工作了好像十几年吧 十七年十几年 又在多个省份历练 在河北省 内蒙古 这个广东 地方的历练资历有四个省份之多 然后在中央担任的职务已经担任了好几届的政治局委员 两届的政治局委员 然后又负责了具体的工作 都显示出来了 虽然能力不怎么样 但是至少是有这个资历 以现在的国务院总理的基本条件来讲 他完全符合 年龄也符合 资历也符合 就是这个是所以他是第一号人选 这没有问题 但是这并非呢 是一定发生的 因为习近平需要的一个总理是什么样的总理 需要一个他还需要平衡吗 他需要在向十八大的时候数据元老吗 还要在十九大的时候要考虑到 胡锦涛和江泽民的遗留的这些势力吗 如果二十大他还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挑选这个接班人 我就觉得很难相信习近平还有没有多大的连任的必要 我觉得二十大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情 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习时代的开始 也就是江湖那个时代所培养的领导干部 基本上不能再控制制约或者是不那么听话 对于习近平来讲至少不是习近平那个时代所提拔的人 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如果习近平真想大干一块事情 真正想翻地覆地的对中共的体制进行调整 他又很有可能会选择一个他喜欢的 他信任的一个总理人选 而不需要像过去的那样只能是李克强担任总理 没有别的人选 如果说站在这个角度来讲 他喜欢的人真的就是胡春华吗 国务院的总理的角色未来是怎么一个演变 毫无疑问的不是十九大的总理 不是十八大的总理 未来的总理更加变得了是一个习近平的跟班 跟习近平不是在一个同一个位置上 二十大的一个标志是习近平要跟其他的政治局常委 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拿开更大的距离 那至于胡春华为什么写这个马屁文章 你要认为他一定当总理那你就可以找出理由 但是我可以清了一句讲出来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呢 二十大之前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中央 从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研究院 到地方的什么书记 都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吹捧习近平 吹捧十九大以来的 这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怎么怎么样 所以几乎每一个干部 都会在人民日报 或者是其他地方发表文章 我们将会的这个在未来几回都会看到这些东西 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局的统一安排 不是胡春华销 我想写一篇文章就吹捧习近平 不是的 不是不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行为 这个跟胡春华当不当总理 没有关系 或者是胡春华有什么 或者是胡春华有什么顾虑 所以说要吹捧一下胡春华 没有我不认为有什么顾虑啊 这些文章啊全部都是中共的安排 宣经部的安排 这个政治局开会的时候的安排 他们说啊我们要请各路领导同志 来写文章 整理一下 19代以来我们的工作 所以胡春华是管三轮的 所以他就写文章 那刚才这个彭头先生讲了 这个讲得很对 因为三轮问题 扶贫问题 主要是习老大自己抓的 所以吹捧他 也就是变成一个彼岸的现象 另外是大家呢 也注意到就是说 只要吹捧一个人 你不要吹捧其他领导同志 你吹捧其他领导同志 你这个功夫就不到家 就不太符合了这个 党的 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 他不是自己投稿 他这个稿子是需要经过 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 进行审查的 审查的 如果他写的离开墙 就把它删掉 我再说两句 我觉得就像刚才和平也谈到的 你这个我之所以觉得胡春花这个文章 有我那种解读呢 那恰恰就是因为 这是人民日报给你发表的 不是说你自己投稿稿 他给你发表的 对人民日报这个时候发表你的文章 就他有他的考 本身就有他的考虑 当然他会让这些 从头脑脑门 在最近先后都陆续表个态 怎么样终于起核心 但是 他叫谁不叫谁 把谁放在前了 把谁放在后头他一定有他的考虑 正因为人民日报拿出那么大的版面 来发表胡春花这篇文章 所以我认为他很可能 这就意味着很可能 胡春花在下一节会得到某种重用 当然这么一来呢 胡春花这个总理就一定会使 比李克强更弱势的总理 因为以前的几个总理 从朱镕基到这个温家宝到李克强 这个中国的事很有意思呢 你说这个总书记啊 你说的国家主席就第一把手的权力 毫无疑问是超出宪法超出党章的规定的啊 但另一方面呢 常常也党章宪法写的明明白白的权力 他反而倒没有 你看按照中国的宪法规定的是 那国务院总理是国家主席提名 由前后人大常委来批准 但是你看 这个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哪一个是 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提名的呢 那都不是嘛 那都是那上次的那元老拉郎配 给你拉到给你配到一块的 你喜不喜欢都是他 都这么这么安排的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吗 习近平可能一开始就不喜欢李克强 这李克强这个是别人加给他的 但他没法因为是别人加给他的 他都是别人把他吹上那个位置上的 所以当初他不可能挑剔嘛 他只能接受嘛 他伺候不满意了他也不能随便 就把这个就去掉 但是你现在呢 那你下面如果是胡春华来当总理了 那倒就是真 他提名的了 所以这么一来呢 你胡春华对 总书记的国家主义对习近平的依赖程度 显然就高过了李克强 这点就决定了呢 你可能是一个更弱势的这个总理 那当然这还有一个派系 我们谈到派系谈了很多 其实中国的派系在不同的时代 他内涵不一样 在毛的时代那是一回他打江山的 各有各的山头 那时候接下来一些这个感情啊 各种交根交底的事啊 那是一回事 在文革呀包括有些 八月近很多时候呢 确实又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观点不同 被当时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叫路线斗争 那有这么个问题 包括在八十年代 我看出真有所谓改革 保守派之分 那么到了六四之后呢 这种情况就基本上就不存在 那么派系就指的人脉 就指的人脉的关系 那么这个人脉呢 就是你团派这种说法 本身因为团中央它是个机构 你不像说江派 那我们知道就指的江 原来在这个当官的时候 不管是在伊基部也好 在上海也好 你当时的你一些部署 跟你有交道的人 你比较 因为在长期的工作中 就近身的接触 你和他有相当的好感 有相当的信任 那么就把它归成你的派别 那你团中央它本身 它是个机构 就像你我们说可以说江派 你没法说上海帮 有人把这样的当同义词 那显然不一样嘛 你后来习近平也 到了上海当书记去了 李强也去了 你总不能说他们 就跟原来的江派 都属于上海帮嘛 它是个地理位置嘛 它不等于人脉 因为现在中共 我们说的派系 一般都指的人脉的关系 而你这个工作职务 它不一定是那个样子的 你像这个 尤其是这个胡春华 他大学毕业之后 他是去的西藏 就是志愿去的西藏 这个当时当然很不容易了 因为当年大学是很金贵 很少 而当时又是国家管分配 那时候大学生 都愿意分到北京 上海这一大城市 大都市 最怕分的就是 叫他们叫新西兰 就是新疆西藏和兰州 当然兰州这个词 我觉得都是搭上去的 他们尤其怕分的西藏 因为不但偏远 又是少数民族地区 生活习惯 包括还有个高原 那个水土 而你这个胡春华 这样要到那去 那个大家都认为 很了不起的行动 而且从过去情况看起来 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当个官 对你要高升不见得是有利的 因为你离中南还太远 那他就是他纯粹是运气 刚好在他西藏工作期间 胡锦涛一度在那个地方 当第一把手 而刚好胡锦涛在那当第一把的时候 那大概主要是 指的八九年春天 西藏出现出了事 胡锦涛采取强力镇压 这个镜头是被邓小平看见了 因此邓小平把他当成 隔代 把他当成隔代的接班人 然后胡锦涛就进了中央 就到了北京进了中央 一直到过来担任总书记 这么一来呢 他对胡春华有印象 这样的就是胡春华 就是有这个高升的机会 这是很运气的 不可能是胡春华一开始就算计好的 到那去 因为从过去的种种情况来看 你从那个地方要去进入中南海 那个道路太 那个道路是很遥远的 基本上不太可能的 他纯粹是凭这个运气 所以你要这么说起来呢 你要把它归为某一派 我想这个也是按照我们刚才的那种分析呢 其实也是相当的勉强 我想这也是习近平可能 至于他本人 那我们当然对他不了解 虽然说起来 我跟他那时候也算同学 我在那北大念书的时候 他也是北大念书 我那时候年纪小 他16岁考的 我认识中文系很多同学 我都对他完全不熟悉 他后来 而且后来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 他的政治理念如何 我是完全都不知道 我只是说呢 从派系来讲 我们简单的把它归为团派 恐怕也未必是很恰当的 团派和江派的区别 就是因为江泽民 主要是这个意思 定义的话是这样 我们就说做个尝试 就是说江泽民执政 江泽执政的时期 提拔的这拨人 这部分被称为江派 团派的是胡锦涛执政时期 因为他是团派的嘛 他提拔的这帮人 一般大部分都是团派人 都是团委出身的 这是这么一个 出现一个特征就是团派 就是这么的划分一个团派的 胡锦涛真好是这一系的 所以说把他双为传派 而且确实也是胡锦涛的人 那不是乱说的 但是我在这个之前据说 据说习派有人传出一个信息 就是说如果习近平 能不能任要看习近平自己 他如果愿意连任 就是说你谁也阻挡不了 如果他不愿意连任 那么他就会打算 就是说他可能就提拔 找一个叫一个年轻的 但是弱势的一个人来接班 然后他可以控制这个人 比如说有种说法 他甚至国安委 他只见国安委这个职务 军委我都不要都可以 然后国安委是所有的 国安委员会所有军队政法 什么他都管的 公安他都管的 那么就是一个台上皇 这种说法 就如果是这成立的话 假设的话 如果习近平打算 如果习近平把胡锦涛 也这么看的话 不排除他就是 就是总书记结班人 打个快 打个我们八卦一下 那么就说胡锦涛 这种分析可能就成立的 如果他把他 就是示威这个 比如把消息告诉你 胡锦涛 我现在就选你了 你真的表态 我们会要开会之前了 你得有一个表态 那么就是说 那么你这是个交易 我说已经是个决定了 这个八卦呀 不能确定的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 未来我们就看人民日报 不过我是不看人民日报的 那实在是从心里和心里的角度 没法接受的那种报纸 你们就会看 今天是这个副总理 明天是那个副总理 今天是这个书记 明天是那个部长 还有几个月时间 人民日报基本就是马屁豹 看看吧 还有三个月时间 是不是如各位所分析观察的 这个胡锦涛可以在两届 政治局委员之后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还有明年三月人大之后总理 我们可以随着时间推移 可以慢慢观察到的 是不是就是他 那最后我们第二个议题 也讨论一下习近平的任期 那题目是说 他会不会跟袁世凯一样 搞个帝制终身制 习近平现在69岁 他已经两届总书记 现在第三届二十大马上到 一般来讲没什么权利 当然混号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还有一些小变数 不过一般人认为说 过了五年之后 2027年他也不过74岁 再过五年 这个2032年 他也不过79岁 就跟现在拜登总统一样年纪 所以还是可以担任国家领导人 所以这个到底习近平要干多久 这个证明你可不可以 可以先跟我们来观察一下 你怎么样看待习近平这个任期 他是要无限制的 无限制的中心下去吗 也不会 而且他也不会变成袁世凯 就首先呢 没有人愿意做袁世凯 自从那个 红线称帝以后 那就是一个笑话 就其次呢 就连任并不等于是称帝 那否则的话 美国的议员都 都可以说要成立了 都可以连任 美国的法官还终身制 这最后呢 严世凯的失败呢 实际上他是因为 从外部来说 就是列强都反对 而从内部来说呢 他北洋的系统呢 也反对他做 所谓的 当时四川的独军陈焕 湖南的独军呢 湖南将军 就唐湘明 那更主要呢 是他北洋的 最大的两个人 就冯沟章和段契瑞 他们不喜欢 因为按照当时的 北洋的序列来说 袁在 他永远是中谱 他其实 他无所谓连任 但如果他一旦称帝以后 那袁不在了 那就袁克定 就他们就永远没机会了 所以这些人就反对他 就说现在呢 反对连任很多 就是说你看 这是邓小平立着 一条最好的规矩 废除终身制 而他把它破了 现在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那你就想一下 邓小平在世之后 他做的什么呢 他做的是太上皇 他倒是没有 他一认都不认 他就没有认过 那个 真是的 他废掉了两任 废掉了 胡耀邦 赵紫阳 几乎废掉第三任 你是更喜欢一个太上皇 那还是一个 按照程序就是连任了的人 所以我不认为他 连任就是陈帝 或者说就是袁世凯 你也可以看得到 中国现在有多少事情要做 如果中国现在在来个选举 再换一个人 新的人再来上五年 来巩固自己权力基础 完蛋的是中国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开始在想他 谁要来接班他 他现在至少没有想 我觉得现在看不到他有接班人的样子 就是二十大上面我觉得 接班人也不会出现出来 在证据常委里面 如果李强 因为现在我基本上我已经确定就是胡登华是总理 那他就不会 其他的证据常委有没有可能是他未来接班人 要有的话有可能是李强 但是现在还太早去说 就李强本来就有两个可能 一个做总理 一个就是进了数据处接他 因为他在他的接班人这个问题上 他一定要找特别能放心的 所谓是自己派系的人 本老你在欧洲 欧洲我想美国看美国常常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纽约时报 瓦森或是在讨论习近平的认识 欧洲怎么样来看待习近平这样第三任 再继续连任 再继续主导整个中国 从欧洲官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发表的言论来看的话 他们仍然是把习近平当做最高领导人 而且认为习近平连任是 基本没什么什么疑问的呀 就说从官方来看 这个报道来看的话 而且欧洲国家 包括欧盟也没有任何消息 一直要求跟习近平通话 就是说人家把习近平看成是 就是说人家把习近平看成是 这个今后五年的可能最高领导人 这一点好像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我也在问呢 这时候西方是没有这个假设如果有反对吧 假设那个习近平台的权力做挑战 二十大那两人没有胜算的话 没有完全的胜算 为什么西方的媒体没有表态 没有察觉 还是情报不够 或者是有了掌握了情报 觉得时间不到 或不轻易这个 那个什么 报道出来 或者是 也清楚 现在 胜负还没决胜 还没决定 还没决定之前 他们也不 不予表态 因为西方媒体比较严肃 特别官方 这个常动的媒体比较严肃 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 没充分的证据之前 他们不会报道的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就假设呀 习近平这个连任所受到挑战 我不会这个 就是百分之百的这个被通过的话 那么就是说 至少他们现在没有 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 可能有这个原因 但另外原因 也可能是他们 他们通过 他们的信息 他们的情况收集 发现习近平确实 全力没有 没有说 没有说到根本 没有根本 没有根本的动摇 而且连任是 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呀 就是没有疑虑 那所谓说是没表态 这也是就现在就说 非常就不清晰 现在不确定 前进不确定 到底习近平会不会连任 西方也不清楚 至少我们 也不是不清楚 我们看到的是说 他们认为习近平会连任的 就基本上是这样 来报道的 就是报道他连任的 这可能性的是很多 没有说 没有一个也报道说 就是传统媒体的话 正统媒体 所谓的这个 没有这么报道过 但是有 有社交媒体 或者什么 就是说 不是主流媒体的 这些网站 他们也有些报道 就是因为 因为他们也是通过 社交媒体的 那个什么 传播 然后他们也传了 这些消息 但他不是从不成为 这个主流媒体的表态 也不是从官方的表态 政府各部门 没有任何这方面 吉祥表明 他们对习近平连任 才能怀疑 所以说 从西方的角度 我们看不出任何吉祥 说习近平才能受到调材 胡平我们这个 你怎么样看待 这个习近平的任体 到底国家领导人 总组记有多久 那如果说 胡顺华那么样 顺利明年接的 李克强国面总理 李克强还很年轻 相对某种 某些政治人物 他还算很年轻 也蛮健康的 难道他在二十大之后 都没有任何角色了吗 我觉得这个 习近平当然想 无限期的连任下去 至于他 成袁世凯 当然倒不可能 因为我们谈袁世凯 就是复辟帝制 复辟帝制有两个意思 就是你当皇帝 本来就是终身的 就中间没有改选 这么一说 另外呢 是你接下来 是你的儿子来继位 有这两条 那么这两条 我觉得习近平都做不到 他没法把他 想终身执政这件事 把他法理化 没法把他变成一种 制度性的终身制 你像连朝鲜的军家 已经传了三代了 但是你看他们的宪法 他们一切公开的说法中间 并没有规定 他们的这个执政是终身 执政到死 也没有规定 这个死了交给自己儿子 尽管事实上 已经传承了三代 但是他们的法律 他们的宪法 所有公开文本中 都没有这么说 他们不能那么说 不能那么做 他们只能实际上去那么做 但是嘴上他们绝不可能那么说 所以在这意义上呢 习近平不可能复辟 像袁世凯那个样子 他只会实际上 努力去这么做 但这么一来 他当然就会有很多别的问题了 就是你第一 你名义上总要过几年总要开个会 那开会呢 理论上讲 是就要有改选 那可能就会把你选下去 这个东西还是让当选者 还是很头大的事 你像毛泽东那权力可谓大意 那但是你看林彪 就说在林彪的日记里写到过 说毛最担心 这个能得到多数票口 就说林彪是很动气 毛泽东的心理的 他还在毛泽东 我们看他控制的那么好 毛泽东对权力控制的几乎天衣无缝 那是你 他苦心经营的结果 这不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还是会担心 哪天要是这帮人 你周围身边的人一起跟你说弄 那你真是没有辙的 真是没办法的 所以他你这么一来 你首先你能不能够 这个一介由一介的继续当下去 这个是没有把握的 不是终身 这个它不是终身制 另外在你之后 能不能让你的儿子或者女儿来接班 这个更没有把握 而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非常非常低的 在中国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所以来说 所以这就是面对大家谈过很多次的问题了 你这个一个大独裁者 你已经面对一个接班人危机 就是没有一种方法 没有一种程序 没有一种权力的运作 能够保障能如你所愿 你特别是你独裁者 你现在 你已经说成这个样子了 你看到处卖的书都是习近平的著作 都是习近平的思想 那么下面你走了之后 你的接班人 再爱是你的亲信 那他难道还老成天 举你的旗子 说你的话吗 那他自己的权威从何而来呢 如果他想他树立他的权威 那他的权威毕竟 你不能直接的 就用你的权威吗 他一定要树立他的权威 这也就是独裁者 他的确立接班人就很困难 因为他确立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免不了会想培植自己的势力 或者下面的官员 想到既然这个人将来要接班 那现在我们就要去巴结他 这么一刻来就 包括过去太子都有这个问题嘛 都可能对皇帝形成一种挑战 或者皇帝自己疑心生暗鬼 担心别人挑战 你担心他自己的儿子会挑战他的权威 结果搞得这个父子相残 这都有的 你何况你还不是父子关心 你在中国有一点是 他不可能传给自己的女儿 传给自己的儿子 这么一来 你当下去 你已经现在话事都做得这么满了 都已经做得这么满了 你的思想铺天盖地 包括你看现在已经都是从大中小学 都要学习习近平思想成这个样子了 那你下来 你让这个接班人怎么当 但是你总得有个接班人 所以这个问题当然就很大 所以我想那独裁者的一般 他也知道这个有这个困难 但是他因为他现在对眼下对的权力的渴求 他会把这个事情不把它当个事情 至少以后再说 到时候再说 他还是会全力追求 就是对权力的控制 这一届二十大当了之后 他一定会争取二十一大继续当 二十一大当了之后 他还一定还会争取二十二大继续当 这么一来 而且更重要 我觉得他麻烦你麻烦的 他不是地质 如果是地质倒简单了 地质你不用操这些心 对不对 另外地质 你也不需要把自己那么美化 把自己说成这个绝对真理的唯一代表 你不需要那个样子 因为你的权力来源于天命 军权神兽 你可以犯错误 你错的错也无所谓 你现在你就表面上 你就犯不起错 至少理论上你犯不起错 另外呢 你就必须得想办法控制住 你周围的人 这么一来 就使得别人就很难堪了 我最不能接受 我想我们很多都不能接受了 因为我们是从毛时代过来的 那感觉那整个一代人 几代人 中国十几 几亿人口的中国人 就毛泽东一个人在台上上线 别人都轮不着自我表现的机会 除非你顺从他 否则任何想 任何人想独立的表现自己的意志 在独裁的统治 在当代共产党专制 这种独裁统治之下 你在皇帝之下还可能 在这种上 你绝对不可能 你绝对不 没有这个机会 绝对不可能 你看习近平上台 这个时间你看到很明显吧 不要说八十年代的一些 各种所谓风云人物 那早就打入冷宫了 打到阴山之后了 包括六四之后 这些各个领域里头 比较冒尖的人物 那基本上都让习近平给收拾了 习近平再当下去 反正 所以他就是一个人当主子 天下人必须得是奴才 只能是奴才 你不允许有任何一个 有独立思想 能够独立表达的人 他这是当代共产党制 我觉得我最不能原谅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 他这一点他比古代的那传统 帝王专制快多了 他当年让十几人全白活 一辈白活 这个时代就只留下三个大字 习近平 你看他整在人民日报上 全是他的东西 网上全是他的东西 要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人 那我们讨厌死了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就是这个罢平罢板 他不光是自己罢 他不准别人来 你说你唱你的我唱 不行 那一定把你得封住 你看现在对网上 那网上因为一例来管的宽一点了 过去那么多年 至少中国的网民通过各种 包括知识界各种各样的人 通过网上总还是表达了很多东西 现在荡然无存 如果你当初没留备份的话 那真尸骨 尸骨都找不到 等于那段历史 你们那段全部化为乌有 你说一个正常人 你还有点个人的意志 你还有点自尊心 你觉得我活着是为我活着 我活着要活着我的自己 那你怎么能忍受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 中共这帮高方我都不能 要换成我绝对不能忍受 就从这一点 我们天下生这么多人出来 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的机会 都实现自己的机会 怎么能让一个人就霸主 让我们全都被剥落掉呢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最不能够原谅的一点 而你要习近平要怎么当局 他就是要把中国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点我就 但是看来呢 而且现在看起来呢 他要做到这一点 并不是没有可能 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点 何必你觉得呢 按照顾斌的看法 是不是习近平还霸占多久 对霸占这个东西是一种形式 是一种外表 是一种必然的反应 因为习近平要集权 习近平要完成他的使命 而完他的使命呢 也是中共的高层元老 或者是现在 原来现在怎么想都不知道 至少现在拍马匹 都往这个方向走 为什么往这个走呢 它是有历史背景的 改革开放之后 中共的这些官员 或者是知识分子 或者是民间人士 都认为就是 毛泽东的真身制 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所以大家都希望呢 建立这种有限的任期制 这就是 即算是郑耀平成为了太上皇 但他毕竟还是有任期呀 对吧 所以江泽民有任期 胡锦涛有任期 你不管是喜欢江泽民 还是不喜欢胡锦涛 你是有任期的 对不对 但是到了习近平这里 大家现在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他没有任期的限制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接触 但是另一方面呢 大家跟改革开放之初又很大的不同了 一方面是西方的某一些国家 不是所有的国家像北欧啊 像欧洲啊 有些国家的民主还是相当的成熟 像美国的民主出的问题 就给了中国人领导人一些警觉 甚至给了老百姓一些呢 怀疑民主制度的一个机会 而且还有一个是 你过去三十年 没有几个民主专制国家 或者共党国家转型成功了 虽然揭开新加利 勉强你还可以算成功 但是其他的多数的国家呢 大家谁知道啊 上个星期就是这几天嘛 这个星期一啊 图尼斯这样一个2011年的莫里花革命的这么一个国家 十年之后又变成了极权制 为什么 因为民主化以后更糟糕啊 民主化以后内斗啊 内战啊 什么都搞不成了 所以这个一个大学的老师当了总统 他就上来干脆把它搞成极权制 什么权力都不受限制 对吧 而且还有最近几天 昨天吧 星期三 这个伊拉克的那些老百姓呢 冲到这个 这个国会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为止 选不去总理啊 选不去总统啊 大家都不办账啊 大家都不认账啊 这是美式民主啊 美国是传递出的 把人家的国家都给灭掉了 总统都给杀掉了 对吧 绞死了 结果民主怎么样呢 那你看看东欧 你看看东欧 现在大家只看到 这个俄罗斯这样一个 不成熟的民主 不成功的民主 但是人家毕竟是民主啊 但是他还是侵略了 这个这个乌克兰呀 但是乌克兰现在大家都同情乌克兰呀 对不对 被俄罗斯侵略 但是乌克兰怎么样啊 最近几十年 你稍微了解一下乌克兰的历史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成为欧洲最糟糕的一个国家 那么腐败 那么的这个政治纷争 为什么会出现 马上乌冬的这么一个隐犯 为什么 对吧 你再看看波兰 波兰是算比较成功的了 但是波兰利用这个机会 借西方之力去打击这个俄罗斯 强化自己的这个军力发展 这个国家 为了往哪个方向走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过去这些年 给了这个中国共产党 一些高层领导人 一些思考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核心 还是要有一个体制 而且不能现在搞这个太民主化的选举 因为你选举来选举去 那就是中国就是肯定会乱掉 以及我们十年以前边讲 我肯定不相信 我觉得民主是有诚实的 民主是有正义的 民主是有规则的 但是你要问我今天很抱歉 我已经不敢这么想了 我不敢想象今天中国是有民主的 甚至我都不敢相信中国有年龄自由会怎么样 我已经害怕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害怕 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转型的国家出了一些问题 而中国呢又是世界上在 现在经济发展 最有实力的国家之一 它跟西方的文明 现在正在相撞 而且呢从种族来讲 文化来讲 西方也看不惯 正在一个危险的阶段 中国是迅速的通过民主 自由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积累的问题 还是通过一定的集权 过度这个问题 所以慢慢就往这个集权方面穿鞋 但是习近平 现在这样走下去 我有时候也是提醒到达 我不敢相信说 他有一天他就不想真身治了 他有一天他是不是就胡来了 因为你看看人民日报 像胡平先生讲的那个 那是人看的吗 对吧 你看看这些马屁金 拍马屁不是个问题 谁都愿意拍马屁 美国也拍马屁 对不对 川普在台上拿着 美拍马屁吗 但是你必须有个规则 你必须人使别人不拍马屁 你必须人使人家批评 那习近平现在这种控制之下 他的权力会 他就会可能有集权 慢慢走向集权 那走向集权的时候 手下的把奴才 为了掌握权力 那你这个举子一定存在 因为这个举子不存在 我这个奴才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中国未来的这个变数 我觉得还是非常之大的 习近平在他的任期之内能不能完成一个千古之难题 什么叫千古难题呀 就是因为权力的这个更替 有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 一个是权力的成熟性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权力的最深的任期制 如果你习近平自己下台之前任期确定 还是不能搞五次 不能搞四次 但是另外一个是权力的成熟进哪里面来 已经是靠这个皇权了 你是皇帝的孩子 你当然可以接班呀 第二个是靠打江山 像老毛一样的 我把江山打下来 我是强大呀 头匪呀 反正江山是我的 你可以做江山 还有一个是通过一些政绩来显示去建立你的威望 名义非常之大 你像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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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德国的那个梅克尔 对不对 他任期也很强啊 对吧 那么有一些这个国家的这个这个元首啊 领导人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马来西亚 对不对 他不是也九十多岁也当领导人了吗 他就是某种权力的运作或者是某一些权威 那习近平在任上 他能不能继续这样 就是说像他们继续都希望要的 他能够让他这种权力的集中 有力把中国的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解决 社会保障系统 系统法律的系统 一定的未来的选拔机制能不能建立起来 还是他最终也是跟所有的独裁者 很难以回避的 很难以跳过的一个陷阱 就慢慢被权力所迷失了 现在都很难说 有非常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20大领刃 进一步确定的是21大领刃 那22大领刃我就觉得有变速了 因为他身体怎么样啊 对不对 或者中国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 世界上会不会产生什么变化呀 但是如果按照理性的想象 按照这个现在大家的主观美好的期待 那习近平应该在二十大一大左右 应该建立的 选拔的不是个接班人 而是建立一种啊 像我讲一下终局机制啊 就是形成一种 你提到是不是等于宪政体制改革的问题 上部下宪政体制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 他会大改制 会形成一个有别于现在西方的这种 这个全民选举的这样一种方式 通过媒体啊通过造势啊通过这种政党的运作的方式 尤其对于大的国家来讲 现在的这种尤其社交媒体出现之后 这种民策的春香非常令人担忧 这也是民主现在出了某些问题的一些原因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们在建立这个体制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一点真的中国式的特征 但是不能完全排除了 西方的这种 就是 核心价值 就是说你 怎么通过一定程度去选举 也不能就是 我说他是接班人就接班人 这件事情已经 已经漫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建立一种 西方的一种选举机制 但是这种选举的机制 是不是像现在美国 美国这种选举机制 还是其他什么选举机制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在任上 可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个机制建立起来 对于中国来讲 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的一个体系 否则的话就永远出事 永远就不知道下面是谁 接班人是谁 接班人会怎么样 那你就麻烦了 有没有人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 西方的这个任期制 就是长期任期制 包括德国 比如说 迈克尔 以前的哈登奥 都说16年以上 包括戈尔也是 但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的 而不是像中国这种 习近平自己决定 我想连任我就连任 把那个什么 人大和那个 政治局常委什么控制住 就够了中英委员会 大家必须选我 这是本土上的区别 怎么来产生了这种权力 怎么来产生了这种长期的 中生的就是说长期的任期制 我们现在不谈中生制 但是我刚才重复一下 这个习近平如果连任 第三届 就是说连任第二届 甚至更长的 就是说只要他身体上能够 身体能够能够承受 他当然会会中生下去 直到他死为止 就是说这是习近平的 就是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讲 这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说权力人在 就是这是从他的个性的讲 那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就说什么地质化 第三届是 黄元世凯第二 这是种形容 现在就是不可能说 习近平说我身帝了 我当皇帝了 这不可能事情 那么但是呢 终生制 他是可能做的 他只要有这个能力 身体上和精力上有这个能力 他就会去 那个什么 去做终生制 而这个终生制跟 西方的长期任期 这一次是两回事 包括 那个那个什么 西方很多那个 政要 有一次度的原因 导致他们可以不断的 只要有人选他 他都可以上去 但是这是选举的 公开竞争来的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 再一个就是 习近平上任 如果联合以后 搞独裁 不可能解决很多 解决问题 这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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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主体 而我个人认为是 产生问题的一个主体 他会产生更多问题 我们在历史上看 没有独裁政府 最后均衡过 西方的民主政府的 我们早知道 资金为止没有看见 比如说我们从 习近平上台十年 和胡温时期 江珠时期 江珠时期 都有很大区别 那个时候都相当宽 相对宽松 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经济对外就更加开放 那就是说那个时候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中国的 这个环境和现在完全两回事 那比如说 按照 因为那个为什么两回事呢 尽管 江珠面也是也有点 台上皇的味道 但是那个 胡温时期 已经就是 弱化了一个 一个 一种事情 而且这个弱化的问题 就 在九龙之水的环境下 尽管产生了什么 腐败的 那个那个 那个 广泛的苦白现象 但是社会的宽松出现了 因为这个九龙就是 就是制衡 这是个党内的 自由制衡 权力制衡 有这个制衡 他就会宽 自然就有宽松的 局面出现 就有这个反对 有反对的声音嘛 你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不是你总书记说一个说了算 每个常委都要对于发言权 甚至政治局委员 对于发言权 你没办法 到时候关键时候还在这投票 但是党内民主 现在这个地址不在了 至少几乎不在了 那么这会造出什么结果 不过我们就是普京走了这么多年的那个那个那个 假民主那个那个什么通过各种方式 让他自己连任 修宪也好 那个什么改变那个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制度 制度的模式也好 那个机制也好 让他能够自己连任 结果是什么回事 这个是越来越糟糕 经济越来越糟糕 尽管他唯一还有 唯一能够能够 所谓制好的 还有还有这几个 核武器在 他连来常规武器 他的政府的腐败 那个军队的建设 一塌糊涂 这时候乌克兰战争 就是个见证 所以说 就说习近平连任 长期那个 那个那个 终生制 不会 不会产生 刚才我对 和平先生这种说法 有点 不太赞同 就是他会解决中国的 人气质问题 这个 这个什么制度的 那个什么转换的 那个这个 平民 平民化的问题 就是 恰恰相反 制度的 这个 权力转换的 我平稳一定要通过 通过一整 所谓 通过一个 真正有 有 所谓的制度化的 一种制度 也就是说 有定一个 我一个 一个一个 机制出来 任何人 任何 派系 都必须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 都要遵守这个 持续 遵守这个制度 比如说 国家主 国家领导人 不能超过两 两届 这就有一个制度的 这个制度如果大家要遵守 他就不会出现 权力转换 出现大动荡 至少从这个 从共产党内部这个权力转换来看 如果大家都遵守这个制度的话 不可能出现问题 出现大动荡 如果 如果说这个制度曾经出现过 把这个 废 废 废掉 那么就说一个人说了算 一个人 就是 习近平他不 不找那个 不找 这些帮人 他在任 三个 他也不会去找 这些帮人的话 那就是终生制 终生制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一个人说话 说了算 一定会 找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矛盾 而且这个矛盾 买单的是老百姓 而不是 当权的 我说了 这个 习近平如果连任 两千三千以上 甚至终生制 就会出现这个 金家化的 金家化的制度 金家化的 他撑地了吗 他没撑地 但是他终生的 他不一定要 非要他女儿 比如说以后 习近平来来接班 这倒不一定 非要这么做 至少习近平 他这一辈子 他这一辈 他这一代 他可以终生的 自身下去 如果 他有这个能 有这个精力 或有这个生理 生理上的 生理上的 这个什么 这个 要努力的话 就是说我说的 他如果 现在是说习近平连任 不是说只是 第三人的问题 很可能 第三人之后 就是终生制 这我不怀疑这个 好 谢谢 文高的分析啊 这个如果没有 其他几位 没有在 补充的话 我想我们今天 中国人军 到时告一段落 我们 谈论了这个 习近平的任期 谈论了这个 胡春华的政治生命 还有 肖雅庆 为什么被抓 另外我们也讨论了 这个省部级干部的会议 传达什么样的政治讯息 还有经济 政治局常委会议 政治局会议 里面讨论的经济 当然最主要谈论的 裴若曦 访问台湾 还有拜席峰会 谢谢这个 福盛平 彭涛 还有胡平跟和平 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 对我们的关注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人军 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北京时间8月5日 星期五下午4点钟之后 中国官方放出了一系列 有关制裁 反制 以及继续军演的消息 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掀起的惊涛骇浪 看上去仍然在持续 其中就特别包括 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 采取制裁措施 相关消息出来之后 有一家香港公司 此前普遍被认为 是佩洛西的丈夫的投资 投资的企业就涉及到了 腾讯 中国的邮政储蓄 银行等等 一大批的中国大陆的企业 现在这家香港企业 如坐真真 快速的来回溯一下 首先 8月5日下午的4点1刻 4点15分 中国的外交部官网 发明出了一条消息 标题是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长 佩洛西实施制裁 下面的信息的全文 比较的简短 快速的念一下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执意窜台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 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针对佩洛西恶劣挑衅行径 中方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这条消息出来的第一时间 海外的不少知名媒体 以及主流的通讯社 第一时间以突发消息进行了播报 因为这明显区别于 中国官方此前对蓬佩奥 他作为美国前国务卿的制裁 这个区别就在于佩洛西 他是在任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同时从总统的顺位来说 他是排在第二位 所以媒体普遍认为 中国官方这一次的制裁的力度 是空前的 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 中国官方下了决心 中国外交部 以及中国的其他官方部门 再加上中国的官方的媒体 没有披露 中国是援引哪一部法律 来对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进行制裁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援引的还是2021年6月份 中国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 那么根据这一部法律 至少有三类反制措施 第一是不予签罚签证 不准入境 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 二是查封扣押 冻结在中国境内的 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资产 第三是禁止或者限制 中国境内的组织 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 合作等活动 同时还做了一个 所谓的兜底性的规定 及其他必要措施 8月5日下午稍微晚一点 到了5点40分 中国外交部又放出了一则消息 指外交部宣布 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那么具体的内容如下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外交部8月5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二取消中美国防部的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透过这八条所谓的反制措施 那可以看到经贸关税方面的谈判互动和博弈 那目前是没有取消或者说没有暂停 夹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有关制裁和反制消息中间的大概是在八月五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 中国央媒放出了消息指演训继续 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八月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 继续为台岛北部西南东部海空域进行实战化的联合演训 持续检验战区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 因为在八月四日中国的东部战区曾经就提到 相关的海空的管控措施就宣布取消解除 当时给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官方要对风险进一步的控制 但是不到24小时继续来演习训练 这个消息给外界的感觉给外界的印象 就是说台海的形势陡然又紧张了起来 在八月五日中国官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前 其实在中国外交部的官网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 就是说王毅他在经编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的期间 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 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中方的立场 这个是外交部消息的原文了 那就是坚决抵制美方的公然挑衅和政治赌博 另外一边一项就是美国的态度了 因为中国官方是在八月五日的下午做了相关的发布 那么华盛顿还处在夜色和睡梦之中 相信美国的反应很快就会来到 如果说美国所谓的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那么中美关系的紧张的程度 至少说是在外交层面的紧张的程度 将会被进一步的推高 而且现在退一步说 就算美国方面的反应相对克制一点 或者说中国的这些制裁反制 它的形而上 形式化的意义大一点 但是现在外界也普遍评估认为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 已经谈不上有太多的信任了 而没有信任又要合作 对这两个大国家来说 真的是一种煎熬 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就种种迹象来看 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体量的国家 博弈紧张激烈到这样的程度 过往是非常的罕见 而且大国家的博弈 牵一发而动全身 影响到方方面面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香港有一家公司 现在就已经波及到其中了 有香港媒体在8月3日 推出了报道 就特别提到 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 佩洛西的丈夫保罗马修斯 以及佩洛西的儿子小保罗佩洛西 靠着基金来投资内地 香港以及亚洲的多区的资产 疯狂淘金发达 这个是香港媒体的说法 那么令人惊讶的是佩洛西 这一次亚洲行到访的国家和地区 正正就是刚好就是 他的老公保罗 在香港设立分公司的基金 投资资产地区 简单来说就是佩洛西的丈夫 在香港有一家投资公司 而且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这一家投资公司 它旗下的基金 截至今年6月30日 那么管理的资产的规模 是达到了174亿美元 投资涉及到的中国大陆 和台湾的企业都是比较的多 中间就包括腾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台积电 美团 阿里巴巴 拼多多等等 明镜追击就联系到了 这一家香港投资公司的公关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就表示 那么报道中提到的 这一家投资公司 是他们的客户 但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与佩洛西的家族 没有任何关系 包括他说 佩洛西的老公的名字 和公司的创始人的名字 都不同 这家公关公司的工作人员 还表示 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香港那家知名媒体的 有关的报道 但是因为要做一些文件的准备 还可能涉及到一些法律的程序 所以没有办法透过媒体 把相关的稿件给他撤下来 那么这个公关公司的工作人员 特别表示 这就是一个rumor 而且已经给香港的这一家投资公司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他还透露 那这一家投资公司 将很快会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的声明 来做一些澄清 截至上传这则视频之前 明镜追击就没有得到公安公司发来的 这一家被波及到的投资公司的官方声明 那么从一个层面 一个视角来看 中国官方的对佩洛西和他直系亲属的 所谓的制裁 尤其是因为他的老公 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都是商人 都有一些投资 那影响和冲击已经在发生 佩洛西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那已经离开了台湾 但是围绕着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中国的舆论场 有一个口诛笔伐 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和发酵之中 而且观战的参战的人数 眼见着也是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胡锡进和仁义之间的口诛笔伐 特别的是关于胡锡进 他这一次的讲话释放的一些信息 当然也包括他此前一些民族主义 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味道 比较浓厚的一些表达 究竟是他个人的说法呢 还是说代表了某一些特定的组织呢 民进追击也专门还询问了 胡锡进之前的一位同事 胡锡进那是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 中国舆论场的一个 响当当的意见领袖 仁义是所谓的红三代 中共的广东省委员书记 任仲宜的孙子 任仲宜普遍被认为是 中共党内的开明派 截至8月5日 胡锡进和仁义之间的 你来我往啊 那至少说已经进行了两轮 第一轮那就是稍早之前 胡锡进透过社交平台 表达了非常鲜明的观点 那就是呢 要对佩洛西 他的专机要进行所谓的 伴飞以及距离 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 甚至要把佩洛西的专机 给他击落 语不惊人 死不休 当然现实的情况 那佩洛西不但是安全的来了 而且是平安的走了 而且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关于这一点胡锡进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他想用自己的影响力 以命相搏 威胁加恐吓 是想把佩洛西给他下退 不敢来了 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胡锡进那自说自话 自己来解释 中国的社交平台上批评 他的这样的口不遮拦的声音 其实也是不少的 但是毕竟胡锡进 用他自己过往的一些说法 他见过大风浪 所以不以为意 众多的批评人中间 仁义 网民兔主席前面提到了 因为他是中共的红三代 同时也是中国舆论场上 长期的意见领袖 那么就站出来了 毫不客气的批评 胡锡进 认为他把调门 把的是过高了群众 普通的中国人 一旦是发现 中国官方的后续行动 跟不上的话呢 就会带来不解和失望 那是有损积极性和士气的 而且很有可能 胡锡进的做法 会透支政府的公信力 胡锡进那显然是感受到了 仁义所引发的汹涌的渔行 他第一时间就做了回应 所谓的怼了回去 他说呢 老胡看不起那些人 说两句大话 我这些年经历的风雨 比他们洗澡浇过的水 还多 台湾的电视台 几乎天天在骂我 还有在互联网上 我经常成为彼此 对抗不同阵营的 共同敌人 他还所谓的规劝 那些在网上和他打仗的人呢 要通报自己的真实姓名 真实身份等等 不要躲在一个马甲后面 进行肮脏的构陷 那么这个呢 就是胡锡进和仁义 之间的第一回合 那也很难说 谁赢谁输 势均立即 可能是比较公平的一个判断 按理说呢 第一轮过去了也就算了 但是到了8月4日的晚间呢 胡锡进看上去又主动出击了 他透过社交平台上 亮出了刺刀 就是说有人不断攻击我 大有不搞倒老胡 事不罢休的意思 那么老胡释放了自己的所谓的心声了 大概是三点 第一点 自己打的是舆论战 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支特种部队 那么他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忠诚 他强调了忠诚这个词语 第二点呢 就是说他打得远 会遭遇极其复杂情况和险境 有时候呢 要自己独立来做断然的决定 似乎是说呢 他背后并没有相关的一些团队 对他进行支持 第三点 就是说他有时会被误解 甚至被自己人追杀 而且在这一次的社交平台上 微博上的发言中的胡锡进 其实是不点名 就提及到了仁义 说这个是原来的一位省委书记的孙子 一位80后的人士 那么他提到了仁义 对他批评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呢 仁义读书多 见识也不少 但是仁义属于中国这个社会的 所谓的三好生 对舆论战的认识 是来自于书本和精英聚会的高谈阔论 就是说他不了解胡锡进 这样的过往长期处在一线的 这样的一位人物 是如何来打实际的舆论战的 对于仁义对胡锡进持续进行批评的第二个原因 胡锡进自己也认为 就是说仁义 那位攻击者之他的原文了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上网之后好评居多 可能对老胡退休后 继续保持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不满 想让老胡腾地方 他大概希望自己振臂一呼 能够调动起对老胡的全网讨伐 进而让这种讨伐转化成对老胡的体制内杀伤力 当然谈到这一点 因为已经拉低到了一个所谓的流量之争吧 所以老胡做了一个免责声明 就是说他不轻易猜测别人的不良用心 一般呢 都是主张把别人往好处来想的 所以他说呢 如果对方攻击我就是出于攻心和道义 那就算我小杜击长了一次吧 胡锡进还特别就呼吁呢 他觉得舆论场上相互批评是应该的 但不应该搞诛心之论 不应该害人 然后呢 他认为爱国阵营应该很庞大 声音也应该是多元的 要形成所谓的交响乐队的效应 而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的声音 仁义显然也是看到了胡锡进的所谓的反击 那么他连夜8月4日的夜间又做出了回应 一方面的不示弱 另外一方面的对胡锡进确实也释放出了一些 是好的信息他完全不领情 那么他仁义的说法呢 就是胡锡进是计算错了 因为他的预测是有方向性原则性根本性错误的 他在错误的方向上把调门抬到了顶格吸引 引导了公众的预期 干扰乃至破坏了既有的舆论引导计划 而且围绕着胡锡进对于佩洛西去到台湾进行访问 胡锡进的前后的一连串的说法 仁义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升格的定性 就是说这是一个舆论场上出现的极罕见的意料之外的事故 关于仁义给胡锡进戴上的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帽子 胡锡进8月5日白天的时间呢 还没有做出回复 所以这个就是胡锡进和仁义之间的第二轮口诛笔伐了 那周边参战的观战的队伍已经是越来越大 就第二轮来说那谁输谁赢呢 如果单从数字上来看 因为胡锡进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订阅者 那也比仁义要多 所以透过所谓的点赞转发和评论的数据 那确实胡锡进要大大的超过仁义 但是另外一边像不少声音也指出 那胡锡进是已经慌了 一方面胡锡进本人是比较清楚的 仁义自然是跟红苗正 而且和中共的精英阶层甚至是高层有着千词万缕的联系 第二点仁义所说的或者说所判定的胡锡进一系列的做法 说法是打乱了中共高层既有的舆论引导计划 是一个典型的事故 那对这个说法的深浅呢 胡锡进可能也在拿捏究竟是仁义的个人的看法呢 还是仁义传递出来的中共的某一个层级的看法呢 所以这个会让他感觉到有压力 当然这也是民间的各种各样的猜测之一了 那么明镜追击没有联系到胡锡进 而是辗转联系到了胡锡进之前的一位同事 同样在人民日报社一个屋檐之下 那么这位同事 他的同仁啊 不愿意透露姓名 只是非常简单的说 胡锡进的这一次的言论 包括他过往的一些言论啊 那应该是后面没有特定的组织 让他放出相关的声音 确实他这个人就是性格这个样子 一向如此 过往包括这一次呢 有人批评胡锡进是高级红 低级黑 纯粹的流量党等等 那么透过对他比较了解的同事的说法呢 那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使然 当然这一位他的过往的同事也没有解释 没有给出例子来说胡锡进过往 就比如说在人民日报社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 当然关于胡锡进的个性 那除了过往 他的社交平台上的比较活跃 呈现出来的信息之外呢 有这么两个细节 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细节就是 胡锡进作为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他在这个位置上是待了16年 最后呢没有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是以厅局及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样的层级退休的 这个可能也与他的个性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点就是说呢 胡锡进2021年12月份的中旬 正式对外界宣告退休了 其实在他退休之前 2020年的时候啊 来自人民日报的国际部的吴启明女士 其实就准备接替他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位置上了 但是老胡胡锡进 他是比较的恋战 要传邦戴一年到两年 结果到了2021年的天不岁人院 人民日报社的高层下了一纸的通知 由人民日报社的理论部的范政伟 这位80后的官员来直接接班胡锡进的位置了 透过这个细节呢 可以看到胡锡进 他在环球时报内部是比较强势的自视甚高 但是呢最后天不岁人院 环球时报的前两任总编辑都是人民日报国际部出来的 简单的说呢 他是人民日报的国际部所创办的一份报纸 后面是越来越做越大 越做越强 那么如果说胡锡进早一点挪位置交给吴启明的话 这份报纸的一把手很有可能 那仍然是人民日报国际部来接盘 中国大陆体制内的一些媒体 他的条块分割其实是比较的严重 所以原来的情况 人民日报国际部的一些编辑记者想换一换环境 包括视图上往前走一走 那么环球时报其实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的 但是就是因为胡锡进晚了几个月 比较的恋战 结果呢 环球时报的一把手就成为了来自理论部的人马 最后再回到胡锡进和仁义的这一次的网络上的较量 那么仁义的说法就是说呢 胡锡进他不能够成一时的口舌之快 同时也不能够有网红的流量思维 因为外交和军事都是所谓的国之大者 所以他希望胡锡进要道歉 要求胡锡进对干扰甚至是大乱的既有的宣传 引导计划要承担责任 所以这是一个看上去体制内色彩比较强烈的批评 那么从整个事情的宏观层面来看呢 普遍的看法 虽然西方的一些媒体 包括中国观察人士 援引胡锡进的言论比较的多 但其实呢 也没有把他的想法过于当一回事 但是呢 胡锡进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场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一见领袖 在推动推高中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甚至是民粹主义这个事情之上 那胡锡进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 那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他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 是有可能反噬决策者的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包括在民进追击节目所引发的一些讨论里 能够看到啊 现在要求所谓的武统台湾的声音是一浪 高过一浪 而在这一次所谓的台海危机之中 透过种种的迹象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还是在尝试管控风险的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内外的压力 包括经济的下行 二十大的即将的召开 所以求稳 以及中国的整体的 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多方面的软硬实力 其实呢 和美国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过高的过热的民间的含打声含武统声 事实上呢 对中共形成了一种压力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看 仁义的批评那很大程度上 也很有可能是来自体制内的一个意思 警告的不只是胡锡进本人 警告的是更多的胡锡进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